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出这事啊 他们一天踏着 是不刚才 我来的时候碰见他 他 托我给带个话 说想拿出一点钱来呀 就当做老大的营养费 本来他想自己来 可他又不敢了 他是不敢来 他好好的 我们家是可以差点瘸了 行了 让点什么 没完了 干嘛 我让人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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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让人怎么了 行行行 我说错了 从出事到现在才露面了吗 他一直藏起来 他装什么王八蛋 你现在腿是伤了 全然怎么办 这一大一讲谁养活 谁养活 我需要轻点什么呀 你小胆伤 小胆伤我怎么小胆伤 他现在弄点营养费 让我们家 我们学家人民有那么贱吗 你还有啊 拿点钱就百万 凭什么要跟钱臭气 干嘛我去让人听见 怎么了 新娘子我告诉你 要不说我们家学生 早已拿了饶饼了 干什么呀 真是 你干什么关事 慢慢熬你憋了好几天了 新娘子 别跟我们一人拿着脱钱 好吧好吧 你就能帮我们学生 打帮我们学生 人们没那么久 你喊什么喊去了 怎么让我喊 天上的东西砸起来 怎么谁都不干 就在你养生 还不理你 这事还还太多了 新娘子我告诉你 要不说我们家学生 还得早已拿了饶饼了 你干什么呀 真是 干什么关什么 我憋了好几天了 新娘子 别跟我们一人拿着脱钱 爸 怎么回事啊 他们在做 怎么 怎么骂你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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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甭管 你做什么事 这又怎么了 你又干什么了 怎么回事啊 爸 您跟我说说 你看你什么都不告诉我 您有事啊 爸 爸 你看我这么着急 你过来跟我说说 别让我着急 你带着急 别让我着急 你不管 爸 爸 爸 你这都怎样了 行了 都这么都不散了 老大媳妇 你骂的对 你骂得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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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来说两句啊 如果说完了你们就如果 接着骂如不过瘾的话 你们打我一个也行 我这心里面啊 我这一出我就是有困 我不是人呢 我不是个东西 我就是一个臭生 我就 你 你 你说你们许呀 一直拿我东仇人 干什么又救我呀 你是 你 你是这么多年吧 我一直我我我心里边我就有愧 我想到你们学校来 我我我我来给你们赎罪 来谢恩来 可 可是你说我干吗我 你们你们做的都是人事 我 我做的是鬼事 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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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你说这么多年 我就是一个行尸走肉啊 我生无死啊我 我来谢恩 我感到我 哥大 你说你干吗要救我这么一个臭声 天上掉下这么一块板来 他掉下来就是冲我来的 就是要结束我的生命的 让我结束痛苦的呀 你说你干吗要救我呀 我还不如被砸死呢 砸死了我都解脱了我 可不能放过 等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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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水 拿 怎么了 我来了 坐 治疗 我求求你了 我也求求你们家了 能不能原谅我爸呀 我爸这辈子也够不容易的了 这么长时间不理我了 人又来了 我们就去了吧 我来说不定我还惦记你 说不定我不想让你一步一步 把自己给毁了 你少教育我啊 我又不带又不傻的 比你活得明白 你明白什么呀你 我告诉你 你再这样下去就算把自己给卖了 卖了也是我愿意 有人买我就卖 你怎么别是现在这个样子 我变成哪样了 你还知道羞耻吗你 也不是说我真怀疑你是不是春菱 许之将我告诉你 你眼中那个春菱早就不在了 乱救人的工作 你还是留给政府去做吧 春菱 你给我记住你今天说的话 当有一天你想出卖自己都没人买的时候 我看你哭都来不及 没有人买 我就没送 我要五个 我要五个 五个 那张哥 看来这家包子铺还行啊 是不是要顶咱们生意了吗 你说那么那家半死不活的 对咱倒没有什么影响 这个包子铺要是火了 它是包子铺 咱是快餐 这找的客都是一个档次肯定会有影响 哎呀这胡来生这么大一块呢 暗示 哎 我给你说个事哈 什么事 我给你爸介绍老伴 这又打什么主意呢 我为他好啊 我为你自己好吧 哎呀 您回来了 我跟你说爸哈 你趁哪儿别跟那赵淑兰老疯婆子打脸的 我这回给您介绍那娘 人家儿子在多外 又有钱又有房 条件哪儿不必赵淑兰强啊 你们啊就别逼我了 行不行 我不去 你 那我都跟人说好了 你不去可不行啊爸 吃饭别等我了 我出去凑凑气 我这跟你说着 您往哪儿走啊 你总得跟人见个面吧 谁要去你去 我发你爸真够倔的 人家怎么 条件这么好 怎么就能看着咱爸呀 老太太推脚不太好 什么毛病 脑血伤后一阵 摊子 什么摊子呀 人家能走啊 你说你缺不缺德呀 你这不是憋着法 给我爸往外推吗你 你还接受对心啊 我发现你缺不缺德呀 你们家人都怎么回事啊 我这好心好意怎么 以后你们家我不管了 老沈 牛 怎么了 没上工地呀 没有 今儿歇了 最近怎么样啊 倒是没再说什么 得 慢慢处吧 不 你这干什么去啊 没事 遛着弯顺便买点菜 好 那我先过去了 回头再聊啊 哎呦 你看说着就来了 老大怎么样了 还行的屋里躺着呢 已经不用拐了 走走走走走 快走快走 你找我有事啊 我想跟你商量着呢 你说 如果现在让你再出来住 你愿不愿意 那这你又想起什么来了 你甭管我想什么 你就说你愿不愿意吧 那能有这机会躲个轻劲 那我求之不得的 那我可真给你找了 你给我找个地 你给我找个什么地 老大 想让你到包子铺出去 这一来呢 你呢也不能在家 我跟他们偶气 心里堵得慌 二来呢 包子铺有吃有住的 你什么都不缺 三来啊 你还帮我刻一看个门 怎么样 对吧 说来了 你可别故意的 给我找个理由让我过去 但我不成累赘了 再说这包子铺 我也不是你一个人的 你说你这人心眼就是多 我跟他们都说了 他们都高兴愿意 人家说了 这包子铺自己的人看着 当然好了 你在那儿什么也都不用干 你就在那儿一待 晚上有人在那儿 可是都是些外人 不是不踏实吗 你这一去我放心了 那你这么一说 我不去还不行了 美的你 地球里你还不转 喂 你 怎么回事 莫远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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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徐经理 余总说先把这种酒打折推出去 以后就不进了 行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不在这儿行吗 我现在是这儿的经理 你还逗了 你是这儿的经理 这儿没两天就黄了 别胡说八道啊 又跟我没大没小是吧 别装了你多大呀 我多大 我多大咱们俩也差着辈分 懂吗你 别提辈分 有能的咱俩单论 行 我听你怎么论 论吧 我叫你哥呗 这还用问吗 你叫我弟得了 行 珊珊 妈 你在这儿胡说八道什么呀 我跟他单论呢 单论什么呀 赶紧拿东西走啊 以后没事伤往这儿跑 世杰 以后你少搭理他 这孩子把来话又多 没事儿子 小孩 我说你还是正经找个工作吧 你这样也不是事儿了 你自己还没事儿做呢 还说我 我找着工作了 我去我二嫂酒吧 我不想工作 烦 你说每天喝酒就不烦 没酒我喝不了 没酒我喝不了 要不你 你跟我一起去我二嫂酒吧呢 这样我还能照顾你 那能够是一回事儿 那不一样吗 都是喝酒 只要你别点了一千多一瓶的酒 啤酒咱管够 行吗 好 其妖女点出去吧 不这样 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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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进去 当心孩子 当心孩子 你来干什么 来看看孩子 好歹我也是他爸爸 小鱼 我 你 你别想了 你想什么都跟我没关系 咱们 咱们 咱们复婚吧 你别做梦了 你总能让孩子生下来 就看见一个不完整的家吧 那是他命不好 小鱼 我是诚心诚意来跟你说的 我 你自己留着吧 你自己留着吧 好吧 你好好考虑考虑 我先走了 那天我再来看 小玉 俊阳 出去啊 出去办点事 你这身体行吗 没事 行 那你先忙 那我走了 爸 我回来了 你怎么这时候回来了 出去谈个事 顺便回来看看 这不是赶上午饭吗 没吃饭啊 行 那你等等 我马上给你做 这 这都谁的衣服啊 都是人家的 你给我看看那些干了没有 人家的衣服怎么在咱们家啊 这不是人家给我介绍了一个活 洗衣服 行 那我拿吧 我拿吧 这这么多衣服 这得洗到什么时候啊 你大哥整天在工地上忙 你大嫂呢 好着一找一个平时工的活 也不容易 我这闲着也闲着 你多少也能贴着一点 把它叠着 我给你弄饭去啊 老二 三儿原来挺风光的 最近不太顺 让着去 顺着啊 一岛 一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志愿 一会儿有个艺术沙龙 你跟我一块去吧 没准啊 还能认识一些收藏家呢 你自己去吧 我得马上出去一趟 你是怎么回事啊你 天天都出去 你到底在外面干什么呀 没干什么 我得马上出去一趟 我得马上出去一趟 你不说是吧 行 不说 你今天就得陪我去 我找活去了 找活 你找什么活啊 工程啊 雕塑工程 门头设计什么的 我还能找什么活啊 你好好的找什么活啊 谁让你找的 什么叫谁让我找的 我让我找的 我这么大人了 还得让人逼着我找活啊 行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你应该认认真真地在家里 搞你的创作 你找什么活啊 找活还有错呢 放着钱不振我傻呀我 现在说好听点 是我搞艺术 说难听点就是艺术搞我 我才知道 我妈一大把年纪了 还辛辛苦苦地在家 给人家洗衣服赚钱呢 你说我还能踏踏实实在家 在家搞什么艺术呢 有这种事啊 你那你干嘛不早说呀 我也是才准 你妈也真是的 她应该早点跟我们开个口 以我们家的条件 养活你妈绝对是没问题的 至于让你还去这 搞什么工程承包啊 搞工程怎么呢 搞工程也是在搞创作呀 也是艺术啊 我又搞艺术又挣钱 这有什么不好啊 如果你非要说那也是艺术 那我也没办法 可是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你原本想要的艺术是什么 我真的希望你能够冷静地 思考一下 不要为了钱 把你的理想都扔了 你别高高在上的教育我 好不好 我什么时候高高在上了 我跟你说这些的目的 就是想让你 踏踏实实地在家里搞艺术 至于生活琐事 经济基础什么的 你什么都不用管 你只需要用心 把你的事做好就行了 我不愿意 我不愿意让你 辛辛苦苦地养着我 养着我妈 我要靠自己 让家里人过上好日子 你明白吗 包子铺才刚开张没几天 咱们得得罪谁了呀 周围的情况咱们都不了解 能得罪谁呀 洪月 是不是你说了什么话 不注意给人得罪了 什么意思啊你 我没怪你来怪我了 要不是人家看包子铺 就我跟妈两个女人 没一个主事的男人在 谁敢上边欺负我们 行了行了别说了 这打一开始我就不同意 这么着吧 再等两天 如果明天这帮人还来 到那时候再说 再说呢 能怎么着 你说能怎么着呀 我跟他们拼命去 我拿菜单 把他们一个都剁了 你满意了吧 哎呀老大 这红月儿也没说什么呀 做生意真不是个好事 我会想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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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想到你了 部分吧 跟他们一样 我会想到你了 你 records 我和你相比较 你都会想到你了 那颜色 我仍然有什么 你着想到你了 我都会想到你了 咱们俩订个协议吧 咱们俩订个协议吧 咱们两个啊 除了工作 其他的事都可以商量 你的事业我不干预 我的事业呢 你也别干预 你看这样行吗 你觉得你说的现实 当然现实 那你这意思是说 一共酒吧出什么事 你就不管了 我说的是事业 不是事件 你怎么经营我 但是出了问题 我肯定得管啊 我也一样 我干什么呀 你别管 但是如果我出了事 比如说摔掉了 从哪儿掉下来了 胳膊腿上蛇了什么的啊 你必须得管 行 可以 我没跟你开玩笑啊 我也没跟你开玩笑 不不 我告诉你 别有个大的前提 那就是我的事业不能变 我继续做我的酒吧 你的事业就更不能变 你还得做你的雕塑 这不是成心吗 怎么成心了 你现在怎么变得 这么不讲理啊 到底是谁不讲理啊 这也不讲理啊 你还要怎么变得 你还要不想变得 你哪儿怎么变得 还要不想变得 我好想变得 你还要不想变得 我去哭了 这个不想变得 也不想变得 自欣赛 这都是真相偎的 你的车都好看啊 这个还有一分钟 您好想变得 来 这是好 likely 我跟你说他们已经跳了好多年了 我刚参加两天 那个领舞舞就自动下来了 我跟你说这长笛舞真的没有天赋 只要一跳上我 我浑身都来劲 脚轮又红柱柱 行了行了啊 没夸你啊 无无正义 你有那功夫 都练好长笛好不好 我告诉你啊 最后一次 以后不许再上街乱蹦去 凭什么呀 凭什么 就凭你是个学生 就凭你的专业是长笛 谁规定学生不许跳街舞 谁要规定 吹长笛都不许跳街舞 珊珊 不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啊 谁规定的 我规定的 你是个学生 就应该好好学习 你有你的专业 你就得在你的专业上下功夫啊 你没事跳什么街舞啊 我说不许跳 就不许跳 这专业是你给我选的 是你逼我学的 你要是自觉 还用得着我逼你吗 你不自觉 我当然得逼你啊 行了行了行了 别吵了 不就这么点事吗 你不许和你妈顶嘴啊 其实啊 这个跳街舞也没什么不好的 最起码还锻炼身体吧 再说街舞也是艺术 又不是胡跳 行了 你再说 你再说就是害她你知道吗 我怎么害她了 她的专业是长笛 难道你不知道吗 人家珊珊说了 常笛是你逼着她学的 她自己喜欢的是舞蹈 我就不相信 一个人干自己不喜欢的事 能干出什么名堂来 要我看呀 如果珊珊真喜欢舞蹈 在这方面又有天赋 那完全可以放弃常笛学习舞蹈嘛 你别信口开口好不好 你怎么知道她在跳舞上有天赋啊 你怎么又知道 她吹长笛吹不出名堂来呢 我说的是如果 如果你明白吗 什么是如果 不确定的是你说什么呀 不确定的事可以让她确定啊 咱们完全可以心平气和地 坐下来沟通嘛 也让珊珊认真想一想 是吧 她也这么大了 给她一个自己设计 自己未来的机会 这有什么不好吗 好 好 以后 你的事我可以不管 但是 珊珊的事 我也希望你少插手 你要这么说那可就没劲了 那干脆 咱们以后情水不犯河水算了 行了 你们俩别为了我的事伤了和气 这么晚了 睡觉吧 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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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 你今天是怎么了 六神五主心不在焉的 我待会儿得出去一趟 你去干什么呀 我去找趟老三去 找老三 你有急事 没什么事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说好了一会儿 要去画廊谈一个画展的事 你怎么说变就变了 你让我怎么跟人家说了 以后再说呗 你不叫以后再说 你知道我跟人家说这样话多不容易吗 这事成不成还不一定呢 不成就不成 你怎么这样啊你 有事你也不早点告诉我 你让我怎么跟人家说 这样吧 你替我跟人家打个招呼 好吧 我真的 我真的得走了 二两吧 有了碗呢 叫什么了 有有有 你好你好我就是 你是家老板是吗 嗯 有事吗 这就是你们家做的包子是吗 你给我看看 是不是你们家做的包子 对对对 都酸了知道吗 还能吃吗 不可能吧 这是包子吗 不是我刚蒸的 不可能酸了吧 那你当我胡说八道是吗 没有没有您别生气 我不这个意思 你看看你们家包子 还能不能吃过 你不行 跟我一起呢 都起呢 你不要齿 breast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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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你干什么 我去谁 你皇神 皇神 皇神 到底是谁捣乱 你们知不知道 好像是对面那个光明快餐店 不过也不然肯定 你怎么知道是对面的他 那警察来的时候 我看见那个人跑到对面去 那警察一句问吧 他们店里非说没那个人 谁知道呢 这打一开始啊 我就不同意你们这么干 你们就是不听 幸亏没把沈大爷打坏了 真要是把沈大爷打坏了 我刚刚到那时候怎么办 那谁知道有人捣乱 要没人捣乱 兴许有报道不还火了呢 你火个屁 你懂什么呀 按我说呀 趁早把店盘出去算了 干吗 我干吗盘出去 我还不信了 这光天画上之下就没往返了 我们别上派出所问问 看看这是到底有没有人管 你管人派出所有什么用啊 派出所的人 不可能整天待在包子铺吧 你在明处人在暗处 今天给你一黑砖 不是给你拍银门棍 受得了吗 反正我不能让我辛辛苦苦 弄到包子铺就这么玩了 别争了 我明天带帮人去看看 不行把他饭碗揣了 别以为我们这儿没人 老三 你可别动武 老大 这个事你甭管了 洪亚你也别生气 请问哪位是老板呢 我是 那个我是这边胡言高速库的 想跟您说点事 也就是刚开张的 对 您喝点茶 您喝点茶 不喝不喝 他打扰您了 对不起 对不起 茶不喝了 茶不喝了 那个 看老板您挺年轻啊 好好好 请问您贵心啊 我 心肠 心肠 哦 张老板 哎呦看您挺年轻的 我就判个老吧 这个 有些话说得周到不周到 您别在意 哎呀 您看您这话说的 我曾经听着糊涂 不糊涂不糊涂 我一说您就明白 这个包子铺啊 是往儿媳妇开的 钱呢 是跟人家借的 所以啊 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 您就多包涵 这是从何说起 您想想啊 我儿子和儿媳妇都下岗了 我妈还带着个孩子 我呢就那点退休金 这还一身的病 人家呢 就给出了个主意 说你们开个包子铺呗 赚点钱 开业大吉 给您倒洗了 谢谢 谢谢 可真得谢谢您 那我还能说回来 开业大吉是大吉 可是办事不好办哪 我们又都是个外行 以后呢少不了麻烦您 好好说 好好说 有句话呀 不太好听 什么话 同行是冤家呀 可还有一句话呀 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 您说 冤家一解不一解 大妈 我明白 这都不容易 混口饭吃了 哎呦 有您这句话 我今天就算没白来 都不容易 也就是混口饭 是呀 你说 要不让我这么大岁数 干嘛呀这是 所以还是那句话 不周到的地儿 您别往心里去 大妈 您瞧您说的 这有钱 有钱大家一起赚嘛 是不是 你这也太不孝心了 你大年龄了 这伤筋动骨可了不得了 人能叫建议永违 那能得逞 老沈在吗 大阿姨来了 我看看你 大年龄 爸 怎么办 你男的来了 慰问的来了 八点有功啊 你这怎么说话呢 我怎么说话呢 看你是白虎 那 哎呀 行了 这老人受了伤 你们做儿女都不说 关心关心 还在这儿说风来话 叔来了 咱们走 你这不说话能憋死你啊 对呀 你也真是 不愿意回这个家吧 还老往这个家跑 又下孙子了吧 这胳膊还疼不疼啊 好多了 不疼 要不上医院去看看得了 拍个片子 看看伤着骨头没有 没事 我心里有数 又会肿了两个 没事 没事 我一宿都没睡着觉 你可别因为惦记我啊 你才把自己的累坏了 能不惦记吗 你说这红样吧 还开个包子铺 让人真是 天心挑担的 真是不容易 干什么都不容易 我给你真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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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来了 海鱼 智阳 快里面坐 好 你爸还没回来呢 马上就回来了 我在路上买了点水不 家里都有呢 快给阿姨拿过去吧 爸 行吧 你快坐坐坐 我给你倒点水啊 怎么样 现在 还挺好的吧 挺好的 志涯哥的腿怎么样了 基本上没事 那就好 来 喝水 你别忙活了 对了 快到日子了 快到了 我正想着明天后天我就去住院呢 如果需要帮忙呢你就说一声 好 那行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你好好休息 志涯 志涯 你要没什么事就再坐会儿吧 再坐会儿 也行 我陪你聊聊天 那对了 我给你削个苹果吧 坐啊 你怎么还在家待着 我在哪跟你没关系 你走吧 你不关我的事 孩子关我的事 预产期到了你不知道 为什么不去医院 我去不去医院都跟你没关系 你把孩子给我生下来 咱俩彻底没关系了 走 我送你去医院了 你放手 不是 你想干吗呀 孩子要生理不去医院 挺着大肚子 跟一个男子在家脸 你要不要脸你 说什么呢 你那说的叫个人话吗 我说什么爱不着你事 你急什么呀 告诉你 孙大夫 要不是小玉在这儿我害臭 得了吧 小玉就是个亲戚 心疼了 心疼去家去 敢打我了是吧 有人跟你撑腰了是吧 我走 你们俩也干什么干什么 adequately 方不着为这种人生气 安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